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友维席教室节目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常见型的打入方法 那么常见型我想在大家对局的时候啊 会经常碰到一些形状 那么看起来好像对方不是很结实 这种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大家找不着这个打入点 如果一旦走错的话呢 可能还会带来非常不好的 情况 这个是一个新白旗挂角黑旗压 压长的这个定式 那么下成这种形状呢是一个常见的形状 这双方的都是比较满意的 如果黑旗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将来发展了以后有一个子 那么这里边白旗呢 看起来它的这个结构就不是很完整了 那么作为黑旗 它在这里边呢肯定是想动一下脑筋 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那么黑旗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打入呢 这个旗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走在上面显然不可取 因为这样呢白旗就渡回去了 黑旗呢得不到任何的便宜 如果你走在这呢它还有可能尝出来 就算它尝不出来它走这个 打吃它就算接上 那么黑旗的外边呢得到了一点利益 但是呢对白旗整体呢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呢也不够严厉 那么对这个形状黑旗比较严厉的打入点是在这儿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点 如果要是白旗压住的话 黑旗就在顶 如果白旗挡住 现在很明显的黑旗可以从二路搬回去了 那么这样呢你看 如果下成这种结果的话 黑旗不仅通过这个打入啊得到了很多的目数 而且白旗自己的根据地呢 被黑旗给挖走了 白旗整块旗啊就飘起来了 那么这个白旗就要为两只眼去努力了 黑旗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白旗呢 有的时候啊还会有一种特殊的下法 就是在这儿顶 这招旗看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黑旗必然要冲出来 然后呢白旗就想连回去 他比如说搬这个 这时候黑旗可不能去贪吃一个子 如果贪吃一个子被人家白旗连回去 黑旗呢就没有得到特别明显的便宜 黑旗搬下去 白旗接住 黑旗再打吃 那么这个旗呢 利是一步要点 黑旗打吃 白旗再打 拐 然后 白旗 跳加住 这个旗呢 黑旗把它断掉 白旗滚打包收 提掉之后 再一扑 提 白旗打吃 黑旗接上 但是这样呢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白旗这四个子 现在不能再要了 因为你不管你走哪个 只要被黑旗这边一尖回去 它就全都连在一起 里边呢 白旗做不出两只眼就死了 所以白旗只能从这头挡住 但是黑旗这么一收气 你挡住 它就再一紧气 现在我们看 黑旗通过这一点之后啊 就把白旗 这几个子给吃掉了 那么现在这个 黑旗的脚是不是一下壮大了很多呢 对 它得到了很多的木树 白旗虽然得到了外事 这个子呢 看起来也很危险 但是这个白旗啊 损失的实力实在是有点大 围旗到最后就是比谁围的地方大 谁才赢旗呢 所以白旗对这种下法呢 应该说也不是特别的满意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妨呢 在这种旗行的时候 可以补一手 比如说跳啊等等 这个要看情况 如果盘上还有很多 其他更大的地方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放弃这个地方的利益 去强占更大的地方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 是可以点进来打入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个常见的形状 比如说小木的时候 人家这样一走 那么走成这种形状 我想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走这个 这边 无论是这样的形状 还是有一个星都可以 这样只要是逼住对方的 按常规来讲 如果下成这种形状的时候呢 白旗通常啊 都是跳一个 把他这个毛病给补住 如果这么一跳之后呢 黑旗再想打入这块白旗呢 应该说相对来说就困难多了 不过有的时候 因为白旗啊 就想抢占更大的地方 所以呢 他决定这个地方先不补 那么对于白旗不补的时候 黑旗的手段 应该是怎么实施的呢 这个旗 如果要是打入在中间的话 白旗可不是这样 老老实实的压住 因为这样一压黑旗长 这儿要搬 这儿要冲出来 白旗可就忙不过来了 所以呢 白旗是在这儿尖的 黑旗往外冲的时候 白旗可以把它搬住 那么如果要下成这样呢 黑旗自己本身实际上也冒着一定的风险 所以这个旗呢 黑旗也并不满意 即使你在底下可以很苦的活 但是在外边呢 你造成损失就非常的大了 这个旗 黑旗 正常的下法 是应该在这个地方点一个 那么很明显 它的下一步就是要搬回去 白旗当然不能答应了 因为白旗如果要这样下的话 你看看这个木树 白旗已经在其他地方 本来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白旗 应该是跳起来补一手 才是这个局部正常的一个下法 也是比较完整的形状 那么因为你已经去抢了 其他地方的一手旗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必然要吃一点亏 那么白旗呢 就要求自己啊 能够安全的连过去 就已经很知足了 然后黑旗顶这个 白旗走这个 冲 挡住 打吃的时候就接上 这个旗现在白旗 黑旗呢 只能走这个压 走这个因为人家拐是先手 这个不成立 所以走这个 然后呢 白旗拐吃 黑旗顶住 这个是要点 白旗拐一下 然后这个旗呢 白旗在这个地方呢 是取得了一个先手 当然下一步呢 黑旗这个跳 也是挺厉害的 有的时候呢 白旗也可以尖一个 不这样呢 就步调慢了 我们呢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一般来说呢 当这边黑旗厚的时候呢 白旗总是要在这一带 去抢占一手旗了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下法 这样白旗又在这 取得了一个先手 将来当黑旗跳的时候呢 白旗就在这个地方 虎完以后搬 争取呢 就地做活 黑旗飞下边的时候呢 白旗这个旗 是跳一个 跳的时候 然后 黑旗靠这个 再一虎 这个旗白旗的旗 当然是不够的了 所以这个打吃不能随手 要先打这个 黑旗跑 白旗打吃 黑旗再跑的时候 白旗这时候再打 就成立了 因为现在黑旗 不可能把白旗滚打进去 黑旗只能接 那么白旗再打吃 不又成了先手了吗 你要是一接上 它可以把这个 给争子了 如果你要是去 补救这几个子呢 白旗这么一提 那这个旗可能 黑旗就非常的受不了了 这个地方被人家一提以后 这块旗怎么办呢 就算你能活 那么这个旗也要 被白旗给伤了 而且呢 这边对白旗的影响 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黑旗这样就不行 也就是说白旗在 争子有力的情况下 是可以选择接上的 接在这儿 接完之后 下成这种打吃的结果 如果争子无力 这个白旗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争子无力的话呢 白旗就要长这个 长这个黑旗也得爬回去 然后大家注意一个关键的次序 要先在这儿煎一下 这个煎是什么作用呢 煎是什么作用呢 动动脑筋 煎呢 就是如果白旗 这个地方走的时候 黑旗要不理的话呀 下一步 它就可以 如果想吃里边 就断外边 如果想吃外边 这个子呢 就断在里边 当你打吃的时候 它这样一打 然后把这个子就给蒸掉了 那么通常呢 黑旗都是要接上的 那白旗这个煎 达到什么目的了呢 焦朗 防止这个冲断 对 防止这个冲断了 我们看看 如果现在 黑旗要再冲断 那白旗就毫不客气的 把它给吃进去 再长 它就把它留下来了 你看要没有这个子行吗 当然是不行的了 所以呢 每个子它走呢 都是有它的作用的 好 请坐 然后 交换完这个之后 白旗 再顶这个 黑旗 度的时候 白旗就不是这么吃了 白旗就可以把黑旗 这个子呢 给加持住了 那么通过刚才 我们摆的这个图呢 我们也发现了 如果黑旗 要想要外事的话 让白旗 从底下过 那么黑旗呢 就是飞在上边 把旗走在外边 如果黑旗呢 想捞取实地 那么黑旗呢 就要走在下边飞 这个呢 我们要区分开 好了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形状 那么白旗如果想 防止黑旗打入 白旗跳起来 是非常大的一步旗 其实这个跳起来呢 不仅可以围住 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空 同时呢 以后比如说这么拐过来 对黑旗这边的影响 也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刚才 如果没有这手旗 被黑旗这样一点完 再飞上面 黑旗在上面呢 就会形成一个 很大的这么一个形式 那白旗跳起来 也是非常大的 好了 这个我们又学了 一个打入的方法 好 我们再看看 如果是这样的形状 那么这个地方呢 白旗啊 白旗啊 它也是 不是很安全的 如果作为黑旗呢 它就想在这个地方进行打入 这个旗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里边 相对来说就要安全多了 不过现在大了一路 黑旗应该在什么地方打入呢 黑旗应该怎么打入 圆圆你看 你看这个黑旗要打入的话 应该走在哪 要是你走的话 你觉得这地方有没有打入 首先 有 有打入 那么黑旗应该打在哪 想好了吗 好 应该打在这 好 请坐 那么 焦朗 我想问问 你觉得它这手机好不好 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白旗这么一压 白旗这么一压 黑旗长呢 然后白旗走什么 对 白旗一尖 那么这样啊 黑旗这个形状呢 就不是特别好了 而且呢 这个危险性也还是很大的 即使你活了 比如说你看 通过这一拖 它一扳 一退 对 它就接上 你就算走这个 它一立 这里边要想活旗啊 可能还得通过这种挤的手段 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活 我看都很危险好像 是吧 你看 如果人家这么一接 将来从这一打吃 再一尝出来 首先这边的形状 都已经受到影响了 更甭说里边还没有活干净 那么我们打入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啊 就是说 你不能说因为我打入 破了对方一点空 可是把自己其他地方的形状 给影响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这个旗不是特别的好 打入点不好 那么如果要你选择的话 你选择这个黑旗 应该打入在哪 打这个 打这个如果它是 还是用这种压的办法呢 对顶一个 大家注意这个顶 现在呢 如果要是白旗挡住黑旗 肯定就搬回去了 这样不是黑旗就便宜了吗 那白旗如果走这个 它的形状又不对了 人家一冲 你挡住 对 它再一搬 你走这个 对 它直接打吃也可以了 是吧 直接打吃 你要是一接上 它再一打 又形成了我们 刚才讲的那个形状了 所以这个旗也不行 那么这个旗 当黑旗打入的时候 白旗 最强硬的下法 就是在这尖一个 我们如果 黄医生刚才摆的 就是圆圆的点在这 我们想 如果我们打入完了以后 我们会在这 并和人家压交换吗 不会吧 这样就失去了 很多的变化 所以这个点 现在就看出不好来了 那如果要是黑旗 就是白旗尖这个 黑旗这块 怎么活呢 你打算 搬一个 拖 大家注意这个拖 这个次序很好 拖的话呢 白旗不能搬这个 因为黑旗 对可以断上去 这儿呢 要叫双吃 这个地方要吃掉一个子 那就活得太大了 这块 所以白旗 只能搬外边 然后白旗接上 黑旗家要求度过 这个旗呢 白旗只有力 因为你要是搬的话 对 这地方被搬出来了 断 打吃 一尝 再一打吃 接不上了 那这样就不行 比如说你要立 那我就可以接上 如果黑旗还这么下的话 它就可以接上了 这儿挡住 人家从这儿吃了 所以当白旗立的时候 黑旗呢 就不能着急搬出来 因为这个搬不成立 黑旗应该怎么活呢 虎一个 黑旗虎一个 虎一个下一步 可就要搬出来了 所以呢 白旗就得补上这个毛病 然后呢 作眼 这个作眼活了吗 这个作眼活了吗 人家要走这个呢 看看黑旗怎么走 走这个 好 这个地方它要吃我 所以我只能补 对 然后再一并 这样呢 就活了 好 这个旗呢 我们一看 如果黑旗在这个地方 做成了两只眼的话 那么 这个应该说 还是很成功的 把白旗的空给破掉了 而且呢 白旗自己并没有活干净 是吧 请坐 所以这个局部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打入呢 是一个 在这个局部的 打入的一个要点 那么 是不是什么情况 都能够打入呢 是不是什么情况下 都可以打入呢 圆圆 不是 好 我现在就考你一道题 刚才圆圆说了 不是什么情况下 都可以打入 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这道题 就是白旗现在挂过来了 那么黑旗 现在能不能打入 黑旗能不能打入呢 你看现在间隔这么远 它两个子间隔这么远 那如果我要在中间 走一手 不就可以把它给分开了吗 我要是不走的话 它就要成空了 请坐 好 交了 人家飞一个 我看人家跳一个 比较稳妥 这边非常厚 这边非常厚 非常危险 对 刚才讲了 他说 这地方人家白旗 你看 虽然白旗现在中间两个子 是分开的 但是呢 你打入了以后 人家这边还有配置呢 白旗呢 是非常安定的 这块旗 你打入进来以后 人家这么一跳 现在黑旗都忙不过来了 黑旗这地方 白旗呢 要飞下去 这个地方呢 又要被人家给罩住 所以你看 你这么一打入 不仅没有破掉对方的空 其实还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包袱 是吧 给自己惹了很多的麻烦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不适合打入 比如现在飞起来 对 这样被白旗一罩 你要是自己单走一个呢 白旗他也得去围这个空 他不围困的话 这时候你再来 比如说尖顶啊 对他这样加工 对他进行攻击 就缓和的多了 如果他要是 比如说围困 人家要是围困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能也不会进去 可能在上面走一走了 不会在里边 送他一个子去吃了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你看 不 刚才我们讲的 打入这个点不太好 其实打入这种点也不好 人家比如说 就这样一跳 然后呢 再这么一飞 这个子呢 现在同样是黑旗的负担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注意了 虽然中间 看起来间隔很远 但是这种地方呢 就不适合打入 好 请坐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 这样的一个图形 现在呢 轮到黑旗走 现在很明显 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 白旗的距离比较广 比较宽 那么这个地方 显然很明显 有一个打入点 不过呢 我想请问一下同学 现在你们觉得 这个黑旗 在这个情况下 适不适合 现在就去打入 圆圆 不适合 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你 因为你打入的话 对那边黑旗 就有伤害了 啊 因为一打入的话 对这边的黑旗 就有伤害了 也就是说 你认为现在 这边的黑旗 其实很薄 应该先把自己 顾好了 将来再想办法 去打入 是吗 好 请坐 那么他说的呢 是不是正确呢 我们先来检验一下 比如说 现在黑旗打入 那白旗呢 当然是不能压这个的 因为这样呢 黑旗就一顶 你看 这样就回去了 这样不就回去了吗 对吧 那么有些业余骑手呢 可能 呃 对这个打入 不知道如何硬 他就这样让黑旗 回去了 那么黑旗回去以后 把白旗 框破了 不说 自己这么不安定的旗 现在通过 这么一搬回来之后 空间扩大了 自然也就成了 活旗了 黑旗 在这个地方是太成功了 那白旗也就意味着 非常失败 白旗最强硬的下法 就是要在这尖 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让黑旗 两边连回去的 然后黑旗冲 白旗 扳 黑旗在拖的时候 白旗扳住 然后退 接上 黑旗加白旗立 那么现在呢 黑旗这样一飞 下一步就是想搬出来 那么白旗呢 就把这个毛病补上 黑旗这里边呢 还没有活进 那么他还得去走一手旗 才能活 可是这一边 要是被白旗 你看这样一封 这几个黑子 很快就要面临着 被白旗吃死的危险了 已经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黑旗打入 显然是非常不可理的 太过分了 吓得 那么这个局部 黑旗应该走什么 黑旗应该先把自己 这几个子给处理好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先飞出来 那么白旗 就是要补一个了 如果白旗不补的话 黑旗因为已经出了头了 以后再打入 就严厉的多了 好 我下面再摆一个图形 比如说是这样的 那么白旗 这个子呢 它本来呀 要想安定这个 应该老老实实的拆二 结果呀 它一下就走到这头来了 如果黑旗要是老老实实这么走 白旗 你看这么一走 或者这么一走 这样不是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形状吗 高低配合 你看看这个旗 而且还围了好多的木 那么在这个地方 黑旗应该走什么呢 焦朗 焦朗 应该加一个 黑旗应该加这个 如果白旗跳呢 好 我们看看焦朗加的这个位置啊 特别棒 这手旗下的 这手旗走完以后啊 白旗不可能 虽然你跳了这个 也不可能对这个黑子进行攻击 你从上边走 它就可以跳在这儿 是吧 你要从这条走过来呢 它可以跳出来 总之白旗两边是不可能练到一块 你说能不能从底下过去呢 当然也不能了 它这么一尖 你走这个 它再一顶 对 你走过去 它一下你看 就可以把你给断开了 所以呢 像这个打入啊 就是非常应该走的 如果你老老实实的 正合白旗 白旗 无论走这个还是走这个 都是它非常满意的下法 是不是 好 请坐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的呀 就是这个打入的形状 那么打入像刚才这种旗形呢 显然是应该打入的 对于我们刚才摆的 比如说已经形成了一个 几乎像空一样的这种形状的时候 那么这个打入呢 就要求我们有很强的计算力 所以呢 大家在平时啊 除了看我们这个讲课之外 一定要多做死活题 死活题呢 是非常锻炼人的计算能力的 那么这个在 无论是在死活题当中 还是在打入方面 都是很用得着的 那么下期呢 我们学习新的东西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